在OCIC的門口,銷售中心的門口 我們請進來看一看 這就是OCIC的銷售中心 其實這個門面相當大 你看一看上面的燈 你就知道它多麼宏偉 這個銷售中心的門 另外整個銷售中心很大 在那邊一個大的接待處 我們就看到這個模型 分ABC座 目前來說,在我身邊的座 基本上就建好了 樓高就39層 底下就是兩層的停車場 跟著Shops 跟著還有一些泳池 跟著由3至37樓都是住宅 38、39樓就是Sky Lounge 過個巴 等人們在晚上居高臨下 看到全島的景色 這個位於全島的意思是鑽石島 是在金邊市屬於高級的商業住宅區 這裏的人都是有差不多的 每個人都住在那裏做事 都是有差不多的 我們今天就看到 這個已經建成的單位 它的業主是這裏的嘉華銀行 嘉華銀行其實在鑽石島 它的投資都相當大 整個鑽石島 基本上都是嘉華銀行 匹匹地都是它 包括學校 包括商場 包括住宅 匹匹地都是它 這個有什麼特別呢 稍後我們上去上面 都看到很漂亮的 就是它前面 對著迷宮河 這邊有一道橋 其中一個橋 這邊就是迷宮河 右手邊這邊就是白色河 再轉入那條就是洞里薩河 所以在這裏 其實你能看到三河匯聚的景色 是相當漂亮的 我們要暫時看到這裏 等一下我們上去樓上 就看看實在的單位是怎樣 你明白嗎 我們現在從超秀中心 就會出發去到A座的 雖然是現樓 即是地盤 大家看到為何我會穿這個衣服 就是因為那裏可能大風 我怕吹起了 所以這裏比較好笑 其實有發營商為我們安全 所以就是有保有衣服 我們來到OCIC Diamond Bay 這個樓盤的燃樓這裏 那裏 這裏呢 嘩 全面大家看到 這條是甚麼 嘩 很漂亮的河 這條呢 就是 櫻公河 柬埔寨都出名的柬埔寨河 當然柬埔寨河 泰國一路已經伸延到泰國 但是這個柬埔寨的部分 我們就進去這個樓上去看 其實旁邊有些店舖 全部都賣光了 我們來到大堂的時候 大堂其實都相當不錯 相當漂亮的 我們就坐升降機上去 這個樓上 看看在樓上看下來 有甚麼感覺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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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 我們來到這個Diamond Bay 這個OCIC的Diamond Bay的中心 這個是一個Studio Unit 那基本上呢 是整個整棟樓 我們說最小 不過都很大 請我去看看 嘩 你看看 只是一個走廊 已經沒得頂 一進來呢 就是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你看到廚櫃啊 這個桌子啊 都是相當精緻 那我們一邊吞進來的時候 我就發覺 原來廁所都很正 我們大家拍這個廁所看看 嘩 你看多寬敞 這些看到的東西 其實都已經在發展箱包了 如果再進來看看的時候 我發覺呢 我發覺呢 原來那個客飯廳呢 都是相當實用的 那這裏呢 是試試正正的 全部都一個長方 那樣 那地方是相當之健適 實用 那這一個其中一個特點呢 就是那個景了 那大家看看景觀 嘩 開出去看看吧 嘩 風涼水冷 風涼水冷 這個景真的沒得頂 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前面呢 大家看到前面 就是櫻公河 看到這條橋嗎 條件的右手方面 叫白色河 左手邊叫櫻公河 再轉 鏡頭再轉 再轉 那個叫洞里薩河 因此呢 其實我們站在這個位置 其實看到這個三河的匯聚 各位 那這個呢 對於人看到心亢神移 真是沒得頂的 好了 那如果每天都看著呢 嘩 包裡水頭充足 那前面呢 不單是水頭充足 前面那個叫金銀島 有水有金銀 你說怎樣頂呢 各位 入回來呢 大家看到這間屋的設計沒有精緻呢 基本上呢 要的東西呢 都很齊全 包括地板啊 天花啊 嘩 看看天花多厲害 冷氣機都包起來了 這裡呢 你見到的東西呢 動得的呢 即是不動得的呢 基本上都包完了 這些動不動得 不動得 不動得 這些不動得 全部都包的 連個衣櫃都包起來 不能動得 廚房廁所那些東西 不能動得 都包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買了之後呢 這裡所有添置的 要加的東西呢 實際上是相當相當少的 差不多可以拿個行李呢 就可以入住的情況 那這一座 你說這個單位幾大島啊 這個單位46平米 是一個對香港來講呢 差不多500呎左右 對香港來講是一個相當大的地方 但是這裡呢 還有一個studio 所以煮起來呢 非常之舒適 非常之 令你有吸引的感覺 喂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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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到呢 這個Diamond Bay這個樓盤呢 那個最大的單位 三房 三次的單位 大家來看看 嘩 嘩 那個大廳沒得輸 大廳呢 是直接 變成河境 跟著呢 進來呢 你可以看到 嘩 一個很美的河境 可以看到 又是一個 三河匯聚的間局 右手邊就是白色河 對面 前面 就是湄公河 左手邊 就是洞里三河 又是三河匯聚的警方 有些人說呢 有船就會很吵的 大家可以細心地聽一聽 聽不聽到船聲 可能有少少車聲 不過晚上車就少些 當然 還有這裡是白樓 所以呢 船的聲音是很小的 反而車的聲音有少少 都屬於很靜的 當然我們現在 站在外面呢 沒遮沒染 如果是生了這個煤的時候呢 就更加靜的 好了 我們進來看一看 哇 這個地板呢 我發覺 我穿著波鞋 哇 真是爛爛的 好爛爛的 地板很爛爛的 滑樓 我們看看上面的裝飾 你看到上面的天花的裝飾 不是一個普通的天花 是一個有設計師設過的天花 的設計 那 有一個 座位 然後呢 就有少少光透出來 還有這個燈呢 是不是很有心思呢 再往旁邊 原那輪這個是冷氣機 360度的冷氣機 是特別 是為了這個單位這樣設計 其實這裡呢 每一個房都有它獨立的冷氣機 所以呢 就一定是夠涼爽 夠涼快 那我們看看 這一邊 這個呢 就是主人套房 這個套房呢 是威的 這個套房是威的 為什麼呢 有浴缸的 比較是一個 有class的感覺 這個套房呢 亦都是 看得很何勁 有了床柄 有了衣櫃 梳妝桌 一切被齊全 在套房出來呢 是有一間呢 給客人用的廁所 這個是這間 單位的 第二個廁所 三個廁所 之間的第二個廁所 那這個呢 很明顯 可以做書房啊 可以做客房啊 那樣 是第二間房 那那個 景呢 就是望著 白色河那邊的景 遠望一點點 現在蒙了一點點 打不打得開槍 正啊 那個就是法國城了 對面 對面可以看到法國城 是不是好像法國那些建築物呢 那我們呢 就從門口進來 這一間呢 也是一個套房來的 這間套房呢 有個特點 就是一個房大 那當然呢 它是一個企廁 有些人喜歡shower的呢 就是用這個房 就比較適合 有些人如果喜歡 浸浴的呢 那邊的套房 也是相當好 這邊呢 其實那個床呢 可以做到很大的 這個叫做 超級尺寸 哇 打橫打直筆都可以 很厲害這個 簡直是一個很 很經典的一個大房 好 那望的位置也都漂亮啦 剛才說過那個 的法國城 在這裡看得是更加清楚 剛才都清楚的 不過呢 剛才那個窗呢 比較難開一點 這個呢 就是整個門 可以走出去看的 哇 你看看法國城 像不像在這裡的法國呢 很有法國的感覺 看過 看studio 看三房 這個兩房的單位 兩房的單位 也都一點都不輸蝕 尤其是你看到 這個廚房的走廊呢 哇 好漂亮 好歸一的 這些餐具 很高級 大家可以 這樣 去到設計 令到這間屋 是比較有 點壓的氣味 那這裡有兩房 在我右手邊一間 左手邊一間 兩房的單位 一個套房 兩個廁所 兩個廁所 那這個兩房的單位呢 那這個境 一點都不輸蝕 的 大家看一下 它是對著 這個中心 遙望這個街景 一望是通的 亦都是少少見到這個 的河景 那是一個相當之開揚的 狀況 好涼爽 好涼爽 來到這裡 這裡就沒有冷氣 但我發現真的很涼爽 這裡有多少樓 有 38樓 上面還有一層 39樓 樓下就是37樓 是住宅的 最高的那層 大家看一下 這裡其實38樓 其實都有很多 的 有Sky Bar Sky Lounge 這樣 那到時 我這裡看著 嘩 看著它的景色 探上一杯啤酒 你說多舒服 來到這裡 你會發現 頭髮都被它吹到 散了 應該的 有風是舒服一點的 那今天呢 叫做 有少少雲 風和日麗 不錯的 叫做 四月底 五月天 都是這樣的天氣 那柬埔寨 你說很熱 都是熱熱的 但是呢 是舒適的 舒服的 在這裡38樓 其實已經很高 基本上呢 高過了 旁邊的 建築物 它已經看到 那所以呢 就在這裡呢 是 真是說 無精無染 問你想怎樣 都可以 我突然想起 這裡呢 可以開一個 派對 露天的派對 應該是一個 很好的地方 可以放很多圍 這裡應該 啊 放自助餐 這樣 那 大家 看看這邊的景 比剛才呢 更高一層 更上一層樓 這裡就是39樓 那39樓呢 那39樓呢 都是Sky Bar Sky Lounge 不過 不同的是什麼地 呢 外面呢 就是Outdoor Sky Bar 這裡就是Indoor Sky Bar 是有冷氣的 外面 是有空氣的 神仙的空氣 OK 啊 看到有個天秤喔 是B座那裡 旁邊是B座 那將來呢 就會是有 一條通道呢 由這一座 去到B座的 是 那當然啦 上到來呢 景觀是360度的 四方發臉 都是見得很清楚 是 中文字幕 有陣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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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